百家观赛团 事实证明 亚锦赛无缘夺冠的中国女排 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大道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次决赛 中国女排的自由人发挥很一般 不用接什么依传 防守起球也费劲 板击传球还不靠谱 接起传三项技术都不行 吴孟杰对越南队比赛43扣14中 成功率低得可怜 只望其赢泰国队很难的 但有些球迷还是吹得神级了 朱婷的接班人 表现确实不稳定了 我们的二传传球战术也有问题 和副攻配不上 还死传副攻 将球都毫无威胁地送给了对方 这些球如传主攻平拉开 冲进都可能得分 本场比赛后三进攻基本忘了 对手反而平平后三得分 整个进攻威胁性太小 没有发挥出身高的优势 另外感觉和大运会比赛距离太近 队员体力精力没有时间调整 吴孟杰 众慧 徐晓婷 徐佳南 都显得很疲惫 缺乏激情和灵性 这场几乎没有快攻和篮网的比赛 这场两局都领先五分又输了的比赛 如果再像半决赛大逆转 日本那样夺冠了 一郡遮百丑 反而不利于教练和队员们 三性无身的健康成长 不要忘记郎平当年刚回来时 我们女排一队不止一次输给泰国队 好像有一次只拿了第四 观众从荣誉感愉悦感出发 肯定都希望夺冠 我也不例外 但是有时痛定死动 更是大气须得小折磨 这次亚锦赛中国女排输球的主要原因 就是一传满天飞 打不出有的孝战略战术 再一个就是主攻重会和接应廖一文 扣球的力量速度不够 还有一个就是篮网教练没有针对性的练习 杨涵玉 国家队基本可以放弃了 没有培养的价值 可惜了 当年可是世青赛MVP啊 这么多年了 没有进步 反而退步了 天才主攻也需要有接一传的扎实基本功 其中还有最重要的是比赛的气质 庄宇山个子不高 但是打小主攻够格 甲比也是小个子主攻 无论吴梦杰还是庄宇山 都跟一队有不小的差距 无论速度还是力量技巧都还需要努力 胜在年轻可以培养 本场比赛 最大败比是第五局冠军都在招手时 主教练赵友二换三 莫名其妙地换下 徐晓婷和正准备强力发球的周叶彤 换上了于家瑞 同前场打日本局莫换人相比 真正是克周球剑 结果大相径庭 江苏培养的吴梦杰 周叶彤 双子星 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 本场亮点是1.87复工刘宇的拦网 复工的主业是拦网 比各种快攻得分更重要的多 他的拦网灵气和移动速度及判断能力 都比2.06的袁新月 1.98的杨寒玉强得多 既然队员有前置 就应该招入队内磨练 积累经验 哪一名运动员不是这样打出来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